熊妹 熊妹 给你衣服 熊妹 你 啦啦啦啦 熊妹 这是我带的午饭 你尝尝 你干什么 我的午饭 熊妹 你太欺负人了 安娜 尝饭 给你们一人一把薯片 熊妹 你站住 熊妹 你就为什么要拿走我们的薯片 王侯妈妈 我们要投诉 熊妹就知道我们了 好 我这个熊妹 看我怎么教训她 是谁 好像是熊妹 熊妹 怎么变成这样了 熊妹 你出来 你要向王侯妈妈道歉 熊妹 你别跑 大家都怎么了 巫婆婆 熊妹不知道怎么了 老是做坏事 是啊 巫婆婆 你快想想办法吧 熊妹一直都是好孩子 怎么会做坏事呢 我要叫熊妹过来问问 急速召唤 熊妹 你怎么回事 快说 我不是熊妹 我不是熊妹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不是熊妹呢 就是 想骗我们 没门 因为我不是熊妹 所以你们管不着我 什么 真是太欺人了 那你说 你是谁 早知道我是谁 就跟我来 快 他走了 我们快跟上 我要看看 他到底是谁 你怎么停在了这里 这里可是黑暗魔王的家 我知道了 你是黑暗魔王对不对 你以为我是黑暗魔王 但其实我不是 我可比黑暗魔王聪明 想知道我是谁 继续跟我来 可恶 这个有着熊妹背影的人 到底是谁 走 我们跟上他 你怎么又来到小精灵家了 你不会是小精灵吧 别相信他 小精灵才不会这么做呢 他肯定不是小精灵 贝尔真聪明 再跟我来最后一次 你们就能知道我是谁了 不过这一次我只让贝尔来 不行 我不答应 没事王虹妈妈 让我去看看他到底是谁 你怎么又来了这里 难道你是乌婆婆 不对 乌婆婆刚刚还跟我们在一起 怎么可能 我是牛角怪 怎么样 你们猜到了吗 牛角怪 你干嘛要假扮成熊妹的样子骗人 这一切都是王后教我的 王后说了 只要我能领着你们一步步走过那些 将有味道识别机的地方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王后妈妈 味道识别机 这是怎么回事 再说了 王后妈妈刚刚还帮助我们呢 其实 刚刚是爱上 是的 刚刚的王后是我假扮的 你们 那你们骗我们来这里干嘛 现在 味道识别机已经有了你们的味道 还会按味道抓捕的 到时候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至于你 你就跟我走吧 嘿嘿 小朋友们 你们要保密哦 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